我們今天先跟各位介紹一下Photoshop的Puppet Tool 來我問一下各位,你有用過這個工具嗎? 有的算不錯喔 因為它中文翻作操控彎曲 在Photoshop裡面稱作操控彎曲 那一般它除了可以用在靜態的以外 也可以用在動態的 所以像你現在看到這個教材 其實我是拿來教After Effects Adobe裡面有另外一套軟體 在各位的這個Mess版本裡面有 在這個裡面 因為這個是做視訊特效的 但是這個介面一般來說會比較難 我覺得因為都是有英文的介面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簡單的,我就從這邊點過去 你可以看一下像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會有像這個你要動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如果你不會做動畫 不會畫這些關節 其實事實上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用Puppet Tool 在Photoshop裡面有 在那個軟體裡面也有 只是Photoshop裡面是做的是靜態的 然後那個軟體之後就變成動態的 你就可以做成動態的齁 那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那因為我們今天當然是講靜態的 所以其他的有機會你自己再去看一下就好 那麼我們往下走 我在這邊有一個學習重點 有沒有,你從這邊打開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一併打開了 對,但是各位,你點到它按下面這裡就好 有沒有,你按左手邊這裡 如果各位的左手邊沒有出現 你就到檢視裡面顯示文件大綱 把這個大綱把它顯示出來 你這樣要連結會比較方便 好,你看學習重點第一個 你就可以打開了 有沒有看到 我有把一些學習的那個資料 就把你放在裡面了 我收小一點好 這樣OK嗎? 其實不多啦 這個最主要就是 各位這個工具 一般很多同學並沒有看到它 那麼你看到這個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齁 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AE的專案檔跟素材 回到剛剛那個文件齁 專案檔跟素材 這裡不是有好幾個嗎? 你可以把這幾個 就下面這四個 下載下來 當然你要自己找也可以 好,當然你要自己找也可以齁 所以你就點開 比如說像這一個 這樣有看到的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這裡齁,有一個下載 總共有四張 總共有四張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就是剛剛這邊的 專案檔跟素材 看你要用哪一張 其實不用每一張都那個 就看你覺得你想要挑哪一張 你只要挑一張來用就好 我只是先給你看一下 我有準備的檔案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裡面都有一個重點 昨天我沒有跟各位講過 你要學photo show 一個很重要的要會怎麼樣? 去背對不對? 對啊,現在也是要把人抓出來 還有一個布丁 布丁有看過電視上的廣告吧 對不對? 用這種工具就很好做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你先找到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你把它下載一下 那我在這邊呢 我就先挑一個 好,我拿這個好了 我就把它拿到photo show打開 好 那各位還記得我們昨天有提過上面這裡吧 是影像的模式 跟幾位元的 好 這個 所以你看一進來 一般標準的 你在網頁上看到的 原則上都是RGB的 除非有特別在修正 因為RGB的你放在網路上 有的顯示會有問題 好 所以都是這一種 好 那麼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 當然就要麻煩各位 各位複習一下昨天的啦 你把人抓出來吧 好 你要怎麼抓 會吧齁 嘿 你就先把人抓出來 先把人抓出來 那待會我們再看那個工具在哪裡 簡單嘛齁 啊放大 放大還記得嗎 哪一個按鍵 counter按著 這樣滑鼠滾輪 對不對 嘿 這樣滑鼠滾輪齁 你就可以 比較方便的 把它縮放到適當的 那如果按住空白鍵就是平移 好 所以我就先把它塗一塗啦 因為它預設就是什麼 都是加的嘛 都是加的齁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減號 減號的話 如果你要太多減號 按下ALT alter ALT alter 就可以變成減號 那相對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 筆刷太大 要怎麼辦 接跟怒 還記得嗎 左右中括號 好 左右中括號就可以把這個 筆刷變小 好這樣 但是還是那個原則 你最好是靠近一點 好靠近一點 把它放大到一定的比例上的話 你再來看 不然你會發現說 欸 效果確實就是不這麼好 好就是 欸看起來好像 大致上OK 可是實際上怎麼樣 效果並不好 那因為我們昨天有教過這個 所以我會 鼓勵大家就是你可以這樣 啊請問 一定要只能用快速選取工具嗎 不是喔 如果某些地方 欸你怎麼選 就是選不好的 不要忘記 你可以用搭配其他工具 你可以搭配其他工具 把它怎麼樣 盡量選好一點 好 我的 選得差不多囉 選得差不多之後 只要你有這些選取範圍 你就可以搭配什麼 調整邊緣 對不對 欸很重要的 我們要搭配一下調整邊緣 這裡 我上課難得那麼認真做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平常上課 都不是要教Photoshop 所以我不用那麼認真做 隨便做一做就好 好 如果你做好了 記不記得 只要是選取工具做好了 上面這裡有這個 你就把它按進去 你盡量把它 處理好一點 盡量把它處理好一點 好 一樣的 你就看看 如果你這樣覺得不OK 你就換別的 好 換別的底 有沒有 這樣是比較容易找 你要會切換 切換不同的背景 看看你覺得哪一個方便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昨天有用這個工具 對不對 這支筆仔 針對它像這種 毛豆腐的邊緣 對不對 頭髮的 你記得 Alt按著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把那支筆刷拿出來 但是這支這樣太大支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縮小 一定要稍微縮小一點 好 你就在不清楚的地方把它塗下去 它就會幫你計算 這樣有了解了齁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尤其是最主要這些都是針對什麼 就是毛髮的部分 你可以像這樣去它就可以幫你處理的 還算不錯 等一下我們再把邊緣 把它稍微清乾淨一點 就會效果會更好 你的筆刷原則上就是指塗在什麼 這些 不OK的半徑上 你不要塗太多 筆刷的部分 適度的調整 大小適度把它調整一下 它就會幫你算得比較好 這樣有感受到我昨天講的那個工具簡單之後 就是要考驗你的什麼 追求完美的決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也是要花一點時間嘛 可是你認真一點 真的處理起來效果就比較好 不認真的 這個雖然也是可以 了解工具怎麼做 但是 就是比較輕輕輕 所以你稍微簡單處理一下 至少我們不要讓它覺得說 這個 好像 初學者的感覺 雖然它現在其實 Adobe已經在這種所謂的影像具備 還有我們昨天提到的那種自動的 自動的 這個影片的具備 其實Adobe現在都有在發展 那個AI的部分 幫助我們直接判斷 但是呢 它還是只能局限在某些狀況 你真正要做得比較好的 還是需要什麼 還是需要就是我們的這個人工的部分 好 那我就大致上我先去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了 所以 你稍微複習一下 了解一下說 你昨天該怎麼做 這樣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已經處理的差不多了 已經處理的差不多 那麼 你就可以再搭配一下 我們 昨天講過的 這邊的工具 有沒有 這裡的工具 欸 智慧半徑打開 有一點點半徑 你如果 邊緣再收回它一點點 它那個 比較不OK的 就相對會比較少 相對會比較少 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那最後呢 因為我希望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勾一個 你可以進化一下顏色 把旁邊再稍微清掉之後 這裡 我們就選擇 新增一個什麼 塗層遮瑟片的塗層 也就是說 跟原始的那一個怎麼樣 分開啦 原圖還是留著 原圖還是留著 所以我就按確定 OK 那麼你現在可以看到 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抓出來的 對不對 抓出來的 那 你就可以去比對一下 跟下面 跟下面 如果你 不確定 你也可以把上面的先拉開 有沒有這樣 這就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拉開完 可以還原了 你就把它還原一下 放回原來的地方 這樣 基本的功能OK了嗎 我們現在人抓出來 你看一下 我人要抓出來 然後呢 下面這張圖的人 是不是還在 對不對 所以我可不可以借用 剛剛他幫我們做好 這個塗層遮瑟片 要怎麼借用它 Ctrl按著 點一下這個 塗層遮瑟片的圖 有沒有 我剛剛選舉的範圍要抓出來了 這樣會的 Ctrl按著 點這個 就可以 好現在呢 我回到背景這一張 因為我現在 人 我待會就用上面這個就好了 但是下面這邊 是不是要把它跟背景要合起來了 人拿出來要 把它縫起來啊 對不對 所以呢 請你先做一件事情 你不要在這邊馬上就用這個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用這個工具 但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昨天怎麼用那個工具 假設我這裡有一條 有一條裂縫 我昨天有沒有 選的範圍比這個裂縫還大一點 有印象嗎 好 對 我們現在的選的範圍有沒有剛剛好 這樣不OK 所以把這個選舉範圍擴張一下 有沒有在選舉裡面 有一個擴張 有看到了嗎 找到了齁 好你看喔 我就點下去把我現有的選舉範圍 比如說我擴張 我看一下 30像素看看 好這樣可以 我是把它變比較大 為什麼要變比較大 因為內容感知需要去知道旁邊有什麼 再拿旁邊的來補 你了解我的意思了齁 你如果弄得剛剛好 它旁邊就不知道補什麼 所以效果就會差 好 這樣完成了 各位 昨天的記憶就要回來 有沒有填滿 你就把它填滿 用什麼填滿 內容感知 有沒有人消失啊 人消失 然後順便把背景有沒有補進下來 對不對 當然有些地方可能不見得很OK喔 你可能還要再稍微微調一下 可是這樣子 是有一個基本的東西了 那我就可以跟上面的人 是不是就分開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 所以我們這個範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要會用 把我們昨天的東西 你要先會拿出來用 一個調整邊緣 利用它去做去背 第二個用什麼 內容感知 合起來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會這樣拿出來之後 我要把它補起來啊 不管你一個人 是不是就一個人型的 白色在那邊的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知道 這種補出來的 絕對不是真的吧 因為沒有拍到就沒有拍到 不可能有真的 它只是根據旁邊的 所以它適合的是什麼 像畫畫草草啦 像這種背景比較單純的 你有建築物有人 那大概就不行 因為那個會差太多 會差太多 所以它有它適用的範圍 那我剛剛講的 像這邊有一些不OK的 你就是自己再修補一下 用其他修補工具 我們這邊不是有一些OK棒嗎 有沒有 牛仔褲補丁啊 這些你就可以再修補一下 讓它比較平順 好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讓大家 在這個階段 先完成把它抓出來了